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絕學無憂》 《絕學無憂》這個話 剛好跟我們的生命經驗相反 我們如果生個孩子 給你來一個絕學無憂 那煩惱可大了 我不要學了 你不憂愁我們大父母兄憂愁死了 你將來要怎麼辦啊 對不對 不過我們想一想 我們回想一下 小時候小孩子無憂無慮 是不是開始上學就煩惱了 你要學習啦 音速理化啦等等 有好多你不想學也要學 你學了一輩子用不到的 你還是要學 以前說做學徒還好 那學了一輩子用得到 我學做木工的 我一輩子都在用這個 我學做水泥工的 一輩子都做水泥工 但我們現在學音速理化 學什麼呢 就是考試用而已 考完以後就沒有用了 但是老子為什麼講學學無憂 這很有意思 他就告訴你我們學習的目的在哪裡 學習的目的在哪裡 就是用來追求名利的 是不是這樣 追求名利的 大部分人都是用來做這個 認為知識就是財富 認為知識就是財富 知識就是力量 所以你知識夠高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財富 得到地位 高學歷就可以怎麼樣 有高收入 對不對 高學歷高收入 就是現代人的觀念 我們又希望自己的下一代 都能夠成為一個高學歷高收入的 有出席的年輕人 這是一般人的想法 那我們在道場學習經典文字 那目的又不同了 學的是什麼 要明辨善惡是非 對不對 不能不知道善惡是非 這個好像應該是正當的 明辨善惡是非 結果老子他把這兩點都否定了 他說為之與惡相去幾何 他說你如果是追民族利的話 無非就是別人對你的態度 我們沒有想那麼多 我們講說明利可以讓我生活得多好多好 我記得我小時候 有電風扇吹就不錯 都用扇子 電風扇 那時候電風扇也不會轉 一家人搶一個電風扇 那生活也是好好很快樂 現在吹冷氣 不會覺得我整體的那種 煩惱降低的快樂程度增加了 快樂指數增高了 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真正大家要的直播是 別人對你的重視和肯定而已 所以說為之與惡 就是這個口氣的問題 別人跟你相處的是口氣的問題 別人跟你相處的是 是 還是 做那個做那個 對不對 要為之與惡 惡就是指使你做東做西的 惡就是對你微微諾諾 就是一個口氣的問題 別人跟你相處的態度口氣的問題而已 他說為之與惡惡相去幾何 你何必那麼在乎別人的態度呢 那種在乎不過是你的一種想法而已 他說那個相去幾何呢 人要活著快快樂樂的活著 有一口飯吃 那是很容易的事 我們說真的那麼容易 當然很容易 鳥都做得到人做不到嘛 對不對 那麻雀要活下去不是很容易嗎 人會萬物之靈會不如麻雀嗎 不如蟑螂嗎 不如老鼠嗎 不會的 所以人要一口飯活下去很容易啊 不要那麼在乎別人對你的態度 就好啦 那你就不用受這個長途學習的這種煩惱了 憂愁了 還有一點什麼 善和惡 善之與惡相去若合 善和惡 道德經不是一開始就講嗎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 事不善 他說善和惡相去幾何 善就是惡啊 善就是惡的原因啊 我們認為什麼是善 當你確定什麼是善以後 不善就出來了 你不要去定義善啊 你的定義 父母親定義 子女用功讀書就是孝順 好 書讀不好就不孝順 不孝順就出來了 把腦大了 類似這種的對善的定義太多了 然後每個人都做不到 於是自己就變成不善良的人 今天才有一位大學生來跟我懺悔說 我言行舉止 錯誤多多 懺悔 難過都不得了 我會想到 畢卡索畫的一幅畫 叫做自責過度的少年 能說少年的人也是嗎 自責過度 沒有太多善的標準在那裡 覺得自己沒有到達那個標準 所以善之與惡相聚若合 一體兩面而已 善往往是資生惡的溫床而已 這個世間很多惡都是因為 定了很多的善 然後做不到人就是惡人 惡人 要嘛就善悔改過 然後符合自己 讓自己很勉強的擠到那個善的行列 要不然就自暴自棄 真的要惡給你看 壞給你看 小孩子生下來沒什麼善惡是非 他就是這麼可愛 他有了善惡是非以後反而不可愛 他就這麼可愛 所以說 絕學無憂 那我們說 那我們絕學沒有知識沒有學問的話 不是變成笨蛋了嗎 好相反 波折無知啊 無所不知啊 波折大智慧 他沒有知識 沒有知見 沒有分別心 反而他無所不知 反而他無所不知 人與生俱來是有大智慧的 可是我們被我們的知見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什麼好 什麼不好 然後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愛心 憎恨心等等的 讓這個智慧都失去了 大智慧書本學不到的 大智慧是什麼 孔子說的 自成之道可以前知的 自成如神 大智慧的人像神一樣 善必先知之 不善必先知之 你書讀的再多 你知道嗎 好事要發生 你事先知道嗎 所以唐朝一位大禪師 詠家大師 他寫正道歌講 智者只用無學地 真的有智慧的人無學 有智慧的人無學 我就發現 我們這邊有沒有道德在胎理樹的舉手 我看看 胎理樹的 喔 真的有喔 喔 你也胎理樹啊 不簡單 因為我們這個道場比較新 所以說 胎理樹比較少 有的道場胎理樹的道清 就是在娘胎裡就吃樹的 媽媽吃樹的 父母親都千層修道的 很多 這種道清很多 然後我就發現胎理樹的道清 有一個特質 就是對於世間追名圖利 沒什麼興趣 提不起那個勁 懶洋洋的 但是修道半道 來道場參班學習也沒勁 兩個都沒興趣 兩個都沒興趣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代理樹的道清 有時候是滿天星斗來下世 虎方烈尖下天空 來歷是不同的 都是所謂智者只用無學地 都是絕學無憂 那本質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 他們的生命特質 我用一句話來形容 絕學無為賢盜人 那是絕學無為 無所為 也不喜歡學習 不好學 不像世界人有積極的作為 也沒有 所以絕學無為 所以老子就講一些這種 很難理解的東西 但事實上有時候是一種生命品質特別好的人 他會處於這種狀態 我們一般人就是要學習 要奮鬥 要追求 要有一番的作為 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做啊 你真的不要說我一定要這個 我一定要那樣 因為反而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你什麼都能做 君子不棄嘛 君子不棄 他沒有說我一定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做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以前古代賢者 不是那個賢道的那個賢 是聖賢的賢 那些賢者很厲害 他們讀聖前期書讀到之後 開悟了 良知良能出來了 無所不能 他什麼都會啊 以前王陽明開悟了以後 他是個文人 他帶兵打仗 還打敗了那時候造反的一個叫陳豪 那是武力很強大 而且當時他王陽明的皇帝是個昏君 有沒有看過那個江三美人 那個鄭德皇帝由江南 對不對 那是個昏君啊 就王陽明他這個文人 帶兵打仗 厲害的不得了 以前古代就是這樣 什麼都會 什麼都行 這叫無為而無不為 無為之後反而無所不為 所以老子講絕缺無憂 有他的道理在 一般人的憂愁啊 你希望得到別人的尊敬 真的得到了嗎 如果要求別人對你的尊敬 我們說有錢人應該受人尊敬吧 沒有 台灣人最恨有錢人 對不對 窮人是多數人啊 光詛咒你就讓你生病啊 所以說你 你學了半天你就是煩惱啊 你以為你可以免於煩惱 就更煩惱 因為你期望越高 像我們這種默默無聞的人 有口飯吃就很高興 那些有身分有地位的人 他對人生有太多的期望 別人也對他有太多的期望 煩惱很複雜 窮人的煩惱很簡單啊 就是煩惱無情而已 有學生的煩惱太複雜了 不可思議啊 太複雜了 所以就學無憂 那至於善惡是非 那更是啊 你要怎麼去辨別嘛 連世家牟尼佛都說啊 說法者無法可說 法無定法 只要說出來就是錯的 所謂開口即錯啊 你以即差 所以他說我不要說法我要入面 因為說出來你就有執著啊 然後一執著就變錯的了 對的東西就變錯的了 所以絕學無憂 那我們說那我們要學什麼 那你們到這邊來學什麼 絕學無憂不要來學的 就是學一個絕學無憂啊 學一個把你那棟抓戲抓的東西給放掉了 在道場就這樣 越羞越傻 越就越懶 然後又有福報 又沒有情緒 沒有慾望 又有福報 我修道修幾十年下來 那邊談武堂家的我看到一大堆 對不對 糊裡糊塗的 邊談武堂家 那有那個福報在的 人之所謂不可不畏 荒稀其未央齋 然後這邊講態度就這樣很簡單 那我要怎麼活下去呢 人之所謂不可不畏 別人害怕的我不可不害怕 這很簡單 別人害怕的我不可不害怕 人之所謂不可不畏 人之所謂不可不畏 人親 這種尊道貴德 敬畏天地 這是人天性裡面的一種敬畏 尊敬和畏懼 這個我們要 我們要害怕自己變成一個壞人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上天保佑的都是善良人 你不得天佑你怎麼活下去 天佑善良 不得天佑你要怎麼活下去 你有通天的本領 像像宇說的 天亡我 非戰之罪 誰也打不過他 但是上天要滅亡我 為什麼他不善良 他不善良自己很清楚 殺人如麻 很兇惡 攻下一個城市就屠城 不像劉邦約法三章 殺人則死傷人即盜抵罪 劉邦也不是什麼仁慈的 但是他比他仁慈多了 所以兩個人對抗上天選擇的劉邦 放棄了他 雖然他比劉邦強太多了 他不知道畏懼 不知道畏天 真的要害怕的是上天 千算換算不如上天一化 有沒有聽說過 台灣人俗話講的很有道理 你經不起天遣雷珠 上天就看你什麼 善良不善良 你就選擇 我要選擇做一個善良的人 我不要做壞蛋 我們要害怕就是怕自己變成壞蛋 我們怕小孩子變成壞蛋就是這樣 那些小孩子天生救壞 沒有天生救壞的孩子 如果有天生救壞的孩子 耶穌不會說 要回到天堂要先變成孩子 如果有天生救壞的孩子 孟子不會說 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孟子說的 不失其赤子之心 小孩子的心 老子不會說要富歸於嬰兒 沒有天生壞的 天生都是善良的 人之初怎麼樣 性本善本 不要讓這個善良師卻變成壞人 最害怕的是這個 各位啊 你們害怕小孩子沒錢沒地位 害怕小孩子變成壞蛋 一定是怕小孩子變壞蛋了 這叫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因為變壞蛋以後 上天不保佑他 那就完了 他有通天的本領都死定了 相宇那麼厲害都死定了 誰也殺不了他 他活不下去自殺了 荒稀其未央齋 荒稀其未央齋 一個稻人 一個稻人啊 看起來好像很荒芜啊 未央啊 土地沒有差 稻田沒有差央啊 一片田野一片荒芜 荒稀其未央齋 你絕學無為嘛 絕學無憂啊 那當然 我們一般人說這個人有初期就是學著知識 學著才能 學著技能 就好像 稻田裡面 種了這個秧苗一樣 這不是很荒芜嗎 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不懂 但是就是不願意做壞人 不願意殺生害命 不願意這個偷盜搶劫 不願意 這個偷盜搶劫 不願意撒謊騙人 就是這樣子 探橋好像是很荒芜的 那個道人給人這種印象啊 感覺他是荒芜的 不像一般人這麼有成就 不像一般人這麼有成就 這樣 眾人熙熙如想太勞如春登台 眾人熙熙啊 熙來亮往啊 叫很熱鬧的意思 眾人熱熱鬧鬧的 大家湊熱鬧啊 都做些什麼呢 如想太勞如春登台 想太勞呢 太勞就是那種 就好像國宴一樣 豐盛的飲食 豐盛的祭品 如想太勞 你那種祭品啊 最豐盛的祭品啊 拜完以後都要拿下來 跟這些文武百官分享 所以拿下來烹調以後啊 然後再犒賞這些 這個文武百官啊 如想太勞 如想太勞就代表說 生活上的 飲食上面的 窮奢己恥啊 大家要追求的 大家就是熙來亮往 人潮汹湧 要去追求的就是這些東西 希望能夠生活呢 錦衣玉食 然後如春登台 也要向春天登上高台 眺望遠方 意思代表說 自己前途一片光明 前程遠大的意思啊 眺望遠方 要前程遠大 要享受錦衣玉食 這樣人生充滿了這種 享樂和希望 這就是一般人的人生就這樣啊 大家都拼命的往那條路走 那老子說我不同啊 我讀破七幾位照 老子一輩子就當一個藏書曆啊 就像我們現在所謂的圖書館館長一樣 誰也不知道這好人物啊 他這麼了不起啊 最有智慧的人啊 中國歷史上 有歷史以來最有智慧的人 就是老子 智慧的象徵 就像我們佛經裡面講的文書菩薩一樣 那麼有智慧的人 可是呢 他說我讀破七其位照啊 他說我呢 好像一艘船停破在位照 停破在這個位照 這個照 我們講說照就是徵照 徵照就是事情要發生的時候有個徵照 剛開始要發生一個徵照 他說破七我 我說我整個生命是停破在一個沒有徵照的狀態 偽照 這個偽照就是什麼 四個字來形容 叫做無分別心 分別心就是魔啊 無分別心就是菩薩就是佛 一個人如果得無分別心的話 不吃善不吃惡 有偽照 你想到什麼是善什麼不是惡 就有照啦 那個徵照啊 雖然還沒有形成善惡 但是已經你決定了你的方向了 不吃善不吃惡 要偽照 誒 我不吃善不吃 破七幾味照 我沒有想說春登台是好的 沒想說儒享太老是好的 大明大立是好的 我也沒想什麼是壞的 就讓自己生命停破在這種 別人感覺是無知啊 你什麼都不懂 事實上他就是處於這種沒有分別心 味照 依照儒家的說法叫做無誦 孔子說的畢也死無誦夫啊 叫不爭 老子說的叫不爭 佛家講的叫做無爭三倍 無爭三倍 這個就是什麼 味照 生命要讓我們生命停破在這個狀態之上 所以我們傳道以後呢 首旋回光返照還本還原 這個時候心就會脫離善惡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什麼我喜歡為什麼我不喜歡 因為我們的心喔 落在六根 一般都是落在六根 你眼睛就會看眉啦醜啦 耳朵就會聽啊 好啦 好聽啦不好聽 嘴巴有這個酸甜苦辣 鼻子有香臭 是不是都是 都是有分別心 都是有兆 是不是 都是有分別心 只有這個玄關翹 玄關翹就是通天翹 其他的翹叫通地翹 就看大地上的形形色色 聲音顏色等都會落入分別心 那你的心常常收回玄關翹啊 就是屬於破膝其未照 他說字這樣說 說得很隱晦 但我們實際做到就是首旋啦 就心念回到這裡來的時候 就好像你停破在一個 不失善不失惡的無分別心 停破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這艘船 就已經停破在一個安全的港口 安全的港口 這個港口是通天的 通天翹 其他的翹就通地 通地最後就沉淪到地府去了 通天的就上天堂去了 那關鍵就在一個 有兆和未兆 就是有分別和無分別 關鍵就在這裡 如嬰兒之餵海 這講得很好 什麼叫未兆 他說好像嬰兒啊 還沒有變成孩子 還沒有變成孩童 這是所謂赤子嘛 赤子就是剛生下來小孩子 紅通通的 所以叫赤子 還沒有變成孩子 因為都在做什麼 都在用心 都在這個衛造 你說小孩子生下來 鬥雞眼 有沒有注意到 是不是 是不是眼睛都這樣 有看過小孩子鬥雞眼的舉手 我看看 你的小孩子 眼睛是鬥雞眼吧 剛生下來的時候 對啊 他就是破吸其衛造 這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小孩子生下來一定破吸其衛造 你小的時候一定也是這樣 破吸其衛造 然後長大以後慢慢先天交後天 就開始分別了 沒有分別破吸其衛造 破吸其衛造智慧就會開啊 就可以開智慧 那現在我們失去了 因為我們整個人類的文化 是要你去分別的 分別善惡是非 分別利害得失或胡其休 要你去分別 要你知道好歹啊 但是根本你不需要知道好歹 這裡就知道 你只要能夠破吸其衛造 這很重要 要破吸其衛造 對不對 如嬰兒之衛海 赤子之心 嬰兒之衛海 你有變成孩子 要知道 所有的動物啊 與生俱來 牠不用學習 上天就會給牠 自然會往自己生存的本能去發展 像我們說 小鳥學會是跟媽媽學的 不是 因為我養過好幾隻的麻雀 我住在鄉下嘛 好多麻雀掉到地上 眼睛都還沒開 我就把牠撿回來養 要不然就死掉了 我就養第一隻麻雀的時候 我就擔心 這長大我怎麼教牠學飛啊 根本不用啊 牠長大以後自己就飛了 飛走了 還會飛回來 第一次飛走了 又跟我住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我又放牠出去想 等一下你又會回來 一去不回 會飛得很 這個小鳥 你不要以為是小鳥 這母鳥叫牠飛 牠天生就會飛 一生俱來就會飛 牠慢慢翅膀能硬 牠就一直動一直動 就開始在室內飛啊跳啊 後來就會飛了 那人類是萬物之靈啊 人類和小鳥不同在哪裡 牠從小不是在學飛啊 牠在學習破西起衛造 牠在手旋啊 用這個 然後牠一開始是守護玄關鞘 這裡 再來牠會有距離拉出來 牠會看手指 你們有沒有小朋友看手指的 有對不對 有看手指 所有的醫學家都發現 因爲什麼嬰兒都會看手指 就開始測牠的腦波 發現嬰兒在看手指的時候 就是大腦在開發的時候 可是我們人類的文化教育是 不要讓牠看手指 要看手指 所以 你如果看手指看久一點 像愛因斯坦那種都整天發呆的 所以就變成大天才啊 愛迪生那些小的時候都笨得不得了啊 整天發呆的啊 沒辦法學習的啊 所以牠們一天到晚就是 心都在這裡 心都在這個地方 這是天賦 上天就好像小鳥要學會 我們要學習這個 獲其其味道 要開智慧 要學習開智慧 不用教牠自然會 可是我們沒辦法 人類的社會文化 就是讓你 多學多能嘛 所以我們反而修道 會要走反的路啊 所以 反者道之動議 到我的方向是剛好相反 到我的方向是剛好相反 如嬰兒之畏海 老子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當老子 智慧的老子 就很簡單嘛 如嬰兒之畏海就好了 你們現在就可以這樣做了 整天走旋 就變成老子了 變成老子了 就這麼簡單 我看那個達賴喇嘛 他合掌都不是合在這裡的 他都合在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 他合在這裡 一放下就哈哈 跟老頑童一樣 笑個不定 這些都是有道之詞 自然知道重點在哪裡 我看那個 以前那個教宗 若望保禄的時候 我看他禱告的時候 這樣子禱告 很有意思啊 他抓著自己禱告 還有一次我看到他這樣禱告 都有照片 你們可以上網去查 教宗的禱告 這個都是破稀奇未遭 破稀奇未遭 這個不稀奇啊 嬰兒就是這樣子的 只是我們破壞這個東西啊 這就是所謂的搶害民族幼苗 雷雷稀若無所歸啊 若無所歸啊 雷雷放鬆的意思 放鬆我最了解啦 講放鬆講得很好 一般人就很緊張啊 要奮發有為啊 對不對 法條喪緊啦 我準備好啦 我要出發啦 他不是啊 就平喪 佛家講要自在 放鬆 清涼自在 若無所歸 好像人生沒有什麼歸宿似的 一般人生就是 哇 要找到一個歸宿啊 要找到一個目標啊 若無所歸 好像我在外面流浪一樣 等於鬼混混之等死混日子啊 對 雷雷稀若無所歸啊 眾人皆有餘 而我獨落餘啊 眾人呢 追求的就是要有餘啊 愛舞春啊 台灣人講說愛舞春啊 那一定要多餘 永遠覺得自己不夠 但事實上 家裡東西都是多餘的 多餘的食物 多餘的雜物 多餘的家具 多得不得了 多餘的衣服 對不對 多得不得了 眾人皆有餘 他沒有多餘 他就覺得不安 他一定要多餘 而且永遠都覺得不夠 事實上仔細檢討 每個家庭裡面 多餘的東西都太多了 所以眾人皆有餘啊 而我獨落餘 而我剛好相反 獨落餘 只有我獨自呢 好像一無所有 這個餘有一種一無所有的意思 我和別人不同 一無所有 以前修行程是這樣子啊 那個房間就是 一床一雞 就是這樣 一床一雞 一個床 一個茶雞 你雞就是放在床上的 看看書 等等 一床一雞 就是這樣 一無所有 沒什麼好留的 學也不需要學啊 智慧天生俱足的 當然我們現在要做很多知識學問為什麼 要說服別人 沒有辦法 要說服別人來修道啊 所以我書也要看很多啊 你看書是為了要講課啊 沒有辦法 我要是能夠不講課的話 我 不講課恐怕就歸空了 還是講吧 我就講 我不講課我就輕鬆了 我就 我就 我就這個 到處流浪啊 若無所歸啊 不是 我 不講課就歸空啦 我愚人之心也哉啊 他說我在別人心目中 我就像一個愚笨的人一樣 無知無欲嘛 聖人的特質就是無知無欲 沒有知見 沒有欲望 無知無欲 常史明無知無欲啊 死乎智長不敢為也 越是無知無欲啊 智慧越會成長 智慧成長以後你就不敢為也 你就不會 你就不敢說我要做這個我要做那個 為什麼 上天都做好了 你做了白做的 我們都以為我們要做什麼可以讓事情變得更好 才怪耶 我們都是把這個事情搞得更糟的啊 對不對 我們人類的科技現在地球都快被毀滅掉了 是不是 又搞得更糟的啊 所以上天把最重要的事情都不敢給你做啊 什麼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我們的身體來講 什麼東西最重要 你是心臟跳動啊 血液循環啊 免疫系統啊 你這些重要的部位啊 血液循環啊 什麼神經系統啊 循環系統 免疫系統 消化系統 四大系統 通通不是你能做主的 對不對 都是天做主 上天生我們的身體以後他自動做主 他自己有一個規律 我們能做主的啊 就是動手動腳嘴巴胡說八道而已啊 亂吃亂說啊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重要的東西不能讓你做主的啊 你要做主 欸 血液怎麼流 對不對 心臟怎麼跳 免疫系統 現在有什麼東西來 我要進攻 我下命令進攻 這個交給你就完啊 你就完蛋了 這個人自作聰明啊 所以不敢為也啊 就我們身體來講 就一個身體 你自己的身體 都有這些你不可為不敢為的東西啊 何況這麼龐大的這個世界的運作啊 世界就是一個大的身體啊 你在裡面想要插手做什麼啊 人可以去影響你的心臟系統 神經系統 你的這個循環系統 消化系統 你可以去影響它 你可以做主 有沒有人想要做主的 當主人 我告訴你很簡單 你比他還厲害 消化系統你可以怎麼對付他做主 你可以不讓他吃東西餓死他 然後呢 循環系統你可以怎麼做主 血液循環這些 你可以切碗自殺把它流光 神經系統你可以神經錯亂 我們能做的事情只有一個 就是破壞 蓋房子你沒能耐 燒房子可以 一把火就好了 所以我們人類都在做破壞的事啊 自以為自己在建設啊 都在破壞 所以不敢為也啊 無知無欲之後就不敢為了 有智慧的人不敢為啊 清淨無為 他不敢做什麼 他很清楚 這個世界的大事小事 連你的身體 一個小小的身體裡面的一些 血管的運作 上天都給你計畫得好好的 不敢為也 你只要享受生命就好 享受這個世界就好 然後死的時候就享受死亡 死後世界要更好啊 更好啊 我面臨死亡的時候 我都覺得哇 充滿期盼那種感覺 就感應的到說 死後的世界是更好的 雖然這個身體已經是 這個宇宙給我們最好的東西 就是身體了 沒有什麼機器比這個身體更好 白白送給你 可是這個身體對我們來講 還是一個囚牢啊 還是一個牢籠嘛 身體是心靈的監獄嘛 簡單的說 你離開這個監獄以後更好 真的啊 因為有些冰死經驗的人 撞死了 自己靈魂升起來 然後看到救難人員在處理他的身體 然後他就想到自己的家 一看 看到幾十公里以外 自己的家 家人在說什麼話 聽得清清楚 看得清清楚楚 後來他還魂以後呢 回去對證 果然在那個時候他們就是說那些話 就是那些人在那些做什麼事 我們死的以後 不是什麼都看不到聽不到的 反而你六根更敏銳 你活的時候反而被身體控制住了 那樣 脫離這些禮後 這是神通廣大 我愚人之心也在 無知無欲 好像笨蛋一樣 沒有知識也沒有慾望 什麼也不想 什麼也不做 知道上天已經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看得很清楚 這有智慧人是這樣子 頓頓息 俗人照照我讀昏昏啊 頓頓息 那就是混沌的意思 混沌啊 頓頓息 這個莊子南華經裡面有講到 有一個 這個天地啊 叫做混沌的 那是中央之地 然後南方有地 天地叫做熏 北方有天地叫做呼 熏和呼 然後熏和呼呢 都時常在中間聚會 在這個混沌這邊聚會 混沌招待他們很好 所以他們很感謝 就說要怎麼報答他呢 他說他很有福報啊 什麼都有啊 這個混沌什麼都有啊 就是魂魂惡惡沒有七竅 沒有眼睛沒有鼻子 世人皆有七竅 混沌他獨獨沒有 為他開七竅 這個最大的報答 最大的禮物啦 一天開一竅 日早一竅 一天開一個竅 七竅開 混沌死 混沌就死啦 這真的很像那個 聖經第一章裡面的那個 講那個伊甸園裡面 亞當和夏娃 吃了那個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 就死了 吃了你就必定死 不是說真的死掉啦 這是你的靈魂啊 離開了天堂 你死了 然後你又到人間復活了 然後就變成淪落在人間受苦 這叫盾 混沌 好像沒有七竅一樣 它不是真的沒有七竅啦 有等於沒有啦 因為你不執著嘛 你沒有分別嘛 好也好不好也好 我們會說 眼睛就是喜歡看好的看壞的嘛 鼻子就是喜歡聞香的 不喜歡聞臭的 人一定有愛症之心嘛 那真的是大錯啦 你真的眼睛最愛的 不是看到好看的 而是什麼 看得到 如果你眼睛瞎了 你每天睜開眼睛變黑暗 有一天你突然間睜開眼睛 看到自己的仇人 高興得不得了啊 你要抱著他親啊 我看到啦 是不是 你失去嗅覺 你失去嗅覺 什麼都聞不到 有一天你聞到大便的味道 你高不高興 高興死啦 所以真的聖人就是 他只管看只管聽 他沒有什麼我喜歡我不喜歡的 那時候你會發現 聽的本身 聞的本身 就是享樂啊 我也有這種體驗啊 聽的本身 聞的本身 甚至喝水 喝淡然無味的水 你只要去享受那個六根啊 直接接觸六層中間 沒有分別執著的話 那真是最大的享樂啊 想像不到的 講完也是白講的 鄧鄧熙 俗人糟糟叫混沌一樣啊 六根一片昏惡啊 俗人糟糟我讀昏昏 世俗的人啊 糟糟眼睛睜得大大的 糟糟 好光明啊 什麼都知道 我很厲害 我很聰明 我都知道 我讀昏昏 昏昏傻傻的 看起來就昏昏沉沉的 我讀昏昏 好像我什麼都不懂 世間人什麼都懂 我什麼都不懂 我讀昏昏 我也不想去懂 俗人查查 我讀昏昏 世俗的人對什麼都要 調查得清清楚 看得清清楚楚的 追究啊 明察秋毫 而我讀昏昏 而我呢剛好相反 好像什麼都不在乎 我讀昏昏 世間人就查查 什麼都在乎 我什麼都不在乎 對我好 我也無所謂 對我壞我也無所謂 吃的好一點 有吃就好 重點不在吃的好吃的不好 吃的本身就是享樂啊 那沒得吃怎麼辦呢 沒得吃更好就餓死了 餓死了就解脫了 喜我已死啊 這個世間給你最大的休息是什麼 就是死 這是誰講的 這是莊子講的 不是我講的 人老是想要得到休息 最好的休息就是死 喜我已死 所以說叫安息嘛 安於息啊 但息其落海 遼息若無子 老子啊 他生命的狀態是這樣 但息其落海 但息有一種清澈啊 有一種清澈廣闊的意思 我的生命因為沒有這些 查查招招 你一旦招招查查 眼睛睁得大大的去追究這個 追究那個 追究是非 追究厲害得失 人生真是煩惱無邊啊 然後人際關係壞得不得了啊 因為你看到太多 你認為的對錯是非啊 你認為的好壞啦 你就眉眉嘎嘎很多 你就人就很難相處啦 眉眉嘎嘎就很多啊 這種人就很難相處啦 然後人生的區塊就很小 不會像老子 像大海一樣 像大海一樣 所以 旦息其落海很清澈 很遼闊 像大海一樣 我們都不像大海啊 我們都像波浪 我們眾生都像波浪 波浪就是自以為自己 有一個自我嘛 波浪好高好高 越高越好 然後再高也要下來 現在波浪消失就覺得我死了 波浪會不會死 不會的 波浪消失了 回歸大海而已啊 回歸大海 老子就一直保持在我是大海 我不要做波浪 一般人不是啊 一般人他放棄自己當一個大海 他應該選擇自己做波浪 我要努力有所作為衝上去 衝到最高點然後再掉下來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報銷了 你報銷不了了 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死不了 最可怕的事也是死不了 你永遠是死不了的 死的都是身體而已 心靈是不會死的 靈魂是不會死的 靈魂不滅的 問題是不會死你要成為大海 還是成為下一個波浪 如果成為下一個波浪 叫做生死輪迴啊 你就永遠上來的時候得意 下去的時候失意 甚至上來的時候也沒有得意啊 上來的時候就只有說 這個緊張我到底上得去上過去 等到上到高點以後 開始往下走的人就掉下來 就掉下來 生死輪迴啊 所以 沒有我沒有自我 所以他是無住無我啊 沒有住 沒有說 一般人就是一定要停在什麼地方 我停在一個工作 我停在一個職位上面 我停在一個身分地位上面 我停在一個家庭組 或我停在一個什麼什麼 反正我要有一個 有一個儀歸處嘛 有一個定位啊 像瘋一樣 吹來吹去的 所以遼稀若無止 無所住 你要有所住你就煩惱了 我們眾生就是希望抓住一些什麼 你要抓住婚姻 你抓得住嗎 有時候抓的只是一個形式而已啊 最難抓住的是什麼告訴大家 就是你最愛的東西 你最愛的東西是什麼 你知道嗎 子女 我們擁有的孩子啊 你只有擁有她的名字而已啊 你只能叫她的名字啊 叫魂啊 只能叫她的名字啊 他也身不由主啊 他也不是故意的啊 他也身不由 他有他的姻緣 所以你要有所住 你抓得住什麼 所以我們說 哇無所住 常常有人問我啊 無所住好困難喔 有所住才困難耶 對不對 你抓住什麼了 到底你抓住什麼 你抓住受命了嗎 很努力抓不住 所以呢 無所住是事實 你要接受這個事實 接受這個事實 你就變成菩薩了 好簡單喔 當菩薩原來那麼簡單啊 菩薩就是無所住而升其心的嘛 對不對 但我們人就不願意做菩薩 要做凡夫 凡夫就一定要抓住一些什麼 要抓住這些什麼 來肯定自我 來得到別人的肯定 很傻 你想要抓住 壽命也抓不住啊 你要什麼時候活 什麼時候死 哪是自己可以決定的 孟子講的最好啦 求之有道啊 得之有命啊 世間的富貴名利 健康長壽啊 你追求他是有方法的 對不對 追求健康有方法 追求長壽有方法 追求財富有方法 追求地位有方法 但是得之有命 你得不得得到 看你有沒有那個命 你要當忠祐要有命 你沒那個命你追求 那當不上了 無恰命 寮夕若無止 所以無所住 像風一樣飛來吹來吹去的多好 一般人好怕 那不是街友嗎 老子就是街友的老祖宗 然後來騎著青牛 騎著青牛出韓谷關去 還有孔子也是 周遊列國 什麼疾疾惶惶如上家之犬 街友啊 它不只是街友 它是遊浪犬 他自己說的 上家之犬嘛 不如遊浪狗 那這些都是寮居若無止 他沒有想要抓住一些什麼 孔子老子這些人聖人 都不會想要抓住一些什麼 都是無所住 風到哪裡我就到哪裡 眾人皆有矣而我讀完事必 眾人都有矣啊 眾人人生都有一個方向啊 這有矣的意思就是 人生有一個依據有一個方向 眾人都是這樣 你給我講一下嘛 你人生的目標在哪裡嘛 你到底要追求什麼嘛 你的理想在哪裡 你的報復在哪裡啊 我們面對自己也好 面對年輕人也面對下一代 都是不斷能要提出這個問題啊 都要提出一個方向來嘛 但是我讀完事必 而老子你如果問你人生的方向在哪裡 你要做些什麼 不知道 當然我沒問過他 但我想也知道他的答案一定是 欸 笑一笑你 然後要怎麼回答你 所以在別人眼中他就是一個避露之人啊 他叫完事必啊 明完不靈啊 我們認為明完不靈就是這種沒出息的人啊 怎麼鼓勵你你就動不起來 你就沒辦法去學習去奮鬥 我們人生就是要學習要奮鬥的啊 老子 完事必 我獨益於人 我 這麼的孤獨 不同於所有世間的人 為什麼 貴食母 因為我知道人生中最寶貴的東西 就是食母 母就是道啊 他的食物就是道 這個食物不只是身體的食物 心靈的食物 其實我們身體的食物也是道 我們身體沒有道 你活得下去嗎 沒有道你的身體 我剛才講的四大系統 他怎麼運作 就是道啊 就跟天地 就跟星球在運作一樣 身體這個運作是不自主的 他自然就運作了 你人只能在旁邊看而已 袖手旁觀 對不對 你身體怎麼動 就是人只能袖手旁觀而已 所以貴食母 他找到母親了 這是我們講的 歸根任母 要歸根任母 道場很強調這一點 一般人認為歸根任母 是死了以後才做的事 不是 你現在就要歸根任母 回到根來啊 玄聘之門 就是玄觀啊 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 為之天地根 升天升地的根本 這叫根啊 升天升地的根本 樹根就在這裡 天地就從這裡生出來 根 不是說從這裡啦 是說你從這個門戶進去 你就找到了 你回到這個根啊 回到這個門戶啊 你就找到母親了 食母 這個時候你呢 真正的食物就找到了 精神的糧食 就是母親 就是老母娘 就是上帝 明明上帝 明明上就老母娘了 無量情緒 至尊至聖 善戒十方 萬靈真宰 這是我們的真正的食物在這裡 我們身體 身體的食物就是這些 蔬菜水果啦 或者有人吃魚吃肉的啦 身體食物是這些東西 身體靠這些食物 而且身體終於要腐敗掉 要衰老虎敗掉 身體需要食物 才可以活得下去 心靈需要食物 心靈沒有食物的話就怎麼樣 也不會死 心靈有食物才會有智慧 才會成為聖賢先佛 心靈沒有食物就變成鬼魂 變成妖魔鬼怪啦 他沒有食物 或是他吃有毒的食物 如果是沒有食物 只不過是變成鬼魂而已啊 魂魄魄魂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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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 你又變成破 所以 昏塵就變成破 胡思亂全變成魂 胡思亂全還比較好一點 因為昏塵曾經懶惰睡覺那種人 就變成破 這種人越來越多 年輕人有時候 打手機打 睡覺 還沒死就變成破了 精靈需要食物的 這個食物是什麼告訴大家 母 這個母是什麼 道家講得很好 太乙精華 這個是呂洞斌講的 道家有個專有名詞叫太乙精華 呂洞斌呢 呂主把它全是成為天光 天光 光不是太陽光那個光 光講的就是能量 神之大能 這個能量也不是什麼 那個物理學上的能量 那個物理學上的能量是被創造出來的 這個能量是創造宇宙的那個能量 宇宙滅了以後這能量還在的 神之大能 基督教教叫神之大能 道家講叫做天光 道教講叫天光 道家講叫做道 儒家講什麼 天命 天是有命的耶 像人有命一樣 天命是永恆的 人命是暫時的 那有命的 物理學家講叫什麼 空間知覺 空間有知覺的 現在最先進的物理學家發現空間不是沒有知覺的 空間有知覺的 空間知覺 這個東西 老子就懂得怎麼死這個東西 以此為死 這個死 很簡單 我們傳道就傳你這一招而已 末後一招 吸氣 不是空氣進去 從玄關天光就灌入 灌注而入 學起來喔 吸氣 觀想 天光從這邊 就像 空氣要從鼻孔進去 天光是從這個玄關竅灌注而入 灌注進去 然後你生命裡面 就像空氣進去你身體就活起來了 天光進去以後你靈魂就活起來了 你的靈魂充滿了靈性 因為有天光灌溉 所以我這叫灌溉天光 甚至灌溉天光灌溉得好 夠凝聚的話呢 可以什麼 道家講叫庇谷 你不用吃東西 一樣活得下去 今天張良就辦到了 他可以幾個月不吃東西 後來呂厚強迫他吃東西啊 以後他怕他成了仙來 竄奪他們大汗江山 那個是一個笨女人 真的害死人 就強迫那個張良吃東西 所以張良就算失敗 事實上他已經修成了這個壁骨 就是靠天光就可以當食物 所以我們說 世界末日什麼的不用怕 天光 那個能量不會受污染的 它不像太陽還會受污染的 不會受污染的 那天光可以灌注而入 可以讓你的靈性 無限的提升 我是試驗過的 天光灌注 可以生你可以生活 我半個月時間沒有吃任何的東西 喝少少就睡 一點都不餓 體能還更好 聲音更洪亮 很奇怪 不是要死不活 因為有天光灌注 我自己實驗過 所以叫貴食物 最寶貴的東西 就是能夠食物 我找到這個母親 這個升天升地的根本 他天地都能升 何況是升我呢 何況是能夠成就我呢 這是老子講的 貴食物 我和別人是不同的 所以以前我老師 我有一個高中老師 以前實在很懂 他就寫一本日記 裡面反對蔣介石的 批評蔣介石的 然後被人家搜出來以後 找到綠島去關了15年 幸好後來我有渡他求道 我的高中老師 抓到綠島關了15年 然後我渡他求道 他就說 其實一貫道我在綠島的時候 就接觸過了 我說怎麼會在綠島 他說綠島專門關正次犯和一貫道 那些老前輩真可憐啊 就被當什麼通匪啊 那就是被扣了紅帽子嘛 一貫道都被扣了紅帽子啊 就抓到綠島去關啊 他說 他說一貫道真討人厭啊 他說大家都慷慨激洋 在罵什麼國民黨啊什麼的 因為他們也沒冤枉 真的是共產黨 大部分都是共產黨 包括我們老師也是親共 他雖然沒有直接跟共產黨組織聯繫上 可是他是親共的沒錯 思想上什麼都是親什麼 馬克思這些 然後大家都慷慨激洋 年輕人嘛 被關起來也沒希望 慷慨激洋在罵政府罵國民黨 只有說那個一貫道一天到晚在勸善 宗教結義啦什麼的 不知道他在講些什麼 然後也不睡覺 整天坐在那裡啊 靠著牆壁 眼睛半開半壁 跟神經病一樣 我知道是什麼 手懸 手懸 回光反照 我問那個老師 他那個一貫道後來怎麼樣 他說誰管他怎樣 不過後來他也求道 我這個老師也求道 所以貴食物 最寶貴的東西就是 這可以讓你的靈性 無限的提升 無限的提升 現無邊生 化身千百億 所以我常常講 修道人不會怕死 真正道人啊 你修久以後你就不會怕死 你會覺得自己的原神啊 只是被困在這個監牢裡面而已 有一天脫離出去的時候 那更好 那更好 那真的是單膝其落海啊 遼溪也落無子啊 像海一樣寬闊 像風一樣自由 好 謝謝 好 謝謝